基層有防護 社區有支持 對抗武漢肺炎疫情 防堵境外病毒移入同時 建制社區防護網也很重要 台灣公衛促進協會表示 除了防疫指揮中心 每日例行記者會 協助民眾取得疫情訊息 目前人缺少基層診所或衛生所 加強衛教宣導 讓民眾全體動員 繁瑣 經費有限 人力嚴重不足 工作人員流動率高 很多工作人員有倦怠感 而且這種情況之下 民眾對衛生所了解不足 利用力也不高 但是他們是最基層的最重要的公衛機構 防疫如果那個事到前煞灶 如果在社區有民眾交易 衛生所他會知道 就整個系統會知道出去嘛 就是誰會出國 那其實就可以洗頭做教育 他如果落實在常態 其實就不會發生 或可以減少發生這種出國 因為旅行他沒有防廢設備的問題 台灣公衛促進協會認為 作為前哨站的基層診所或衛生所 可以發揮更大實質功能 實際訪查原鄉地區衛生所 可以發現衛教宣導 確實還有進步空間 戴口罩這部分對我們部落來說 真的是很困擾 因為我們部落的老人家 他們戴口罩就什麼都不會做了 我們現在也在想說 是不是要做一個宣傳單章 因為有時候用講的會忘記 那就是發一些宣傳單章 在村長那邊 因為其實我們部落村長是 又有廣播電台嘛 那是最一個中心 一個部落的中心 然後在我們不在的時候 我們在那裡就直接問我們 我們不在的時候 可以看一些單章 因為有些還是可能就不適制或是什麼 然後還是要請村里長翻譯這樣 大五香衛生所主任盧克帆表示 將考量發放衛教宣導品 善用村裡辦公室廣播功能 將重要防疫資訊 實際傳遞給部落長者 原始新聞 九股許家榮屋主任 立法院台東大五採訪報導 結束實際上 顏著